7月22日一早醒来一条让人诈以为是假新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社交网络 那就是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限时三天 可能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心中满是问号 为什么要关中国领事馆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对此的解释是 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 奥塔古斯依据维也纳公约 控诉中国侵犯了美国的主权以及恐吓了美国人民 他说正如美国不会容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以及其他恶劣行为一样 美国不得不做出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决定 美国白宫顾问利安·康威对于关闭中国使领馆 则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他把这次的矛头依旧指向了特朗普政府 一直抓着不放的疫情问题 他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达 他对中国很不高兴 中国向全世界释放了病毒 却没有任何透明度和诚实度的提供疫情相关资讯 甚至中国究竟多少确诊病例 以及多少死亡人数等等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关闭中国使领馆 依旧是对中国处理新冠问题的一次抗议 另外美国知名媒体CNN也做出了第三种分析 那就是白宫此举是因为无法接受 中国要求美国驻华外交人员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进行检疫与隔离工作 所以美国根据所谓的外交平等对中方进行报复 中国对于美方此举也显示出了相当严苛的措辞 7月22日中国外交记者会上 新上任的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国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以及中美领事条约 这是美国对中方发起的单方面政治挑衅 中国将会冬诉美国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否则将会做出反制 就在美方突然要求中国关闭并撤出休斯敦领事馆的时刻 休斯敦当地媒体报道 中国领事馆庭院中传出火情 根据直升机拍摄的视频显示 有文件正在领事馆内的铁桶中焚烧 并且传出烟雾 由于消防员没有被允许进入领事馆庭院内 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不过大火随后被熄灭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次火情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 关闭领事馆是外交关系上的重大举动 中美两国在此前完全没有先例 三年前美国曾经要求俄罗斯关闭 其在位于旧金山的领事馆 该事件被解释为 美国对俄罗斯驱逐美国755名 驻俄外交工作人员的一次报复 中美关系现如今虽然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 但中方始终保持着克制 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反应 可是特朗普政府此举 确实将中美对抗带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美国现如今频频对中国出售 特朗普政府也无时无刻不再显示制裁中国的决心 就在昨日 我们还报道了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两名间谍人员 偷窃新冠疫苗技术 一日光景 美国又要关闭中国大使馆 小编不敢想象明天还会发生什么 对于美国关闭中国领事馆理由 我们不想做出过多的解释与辩解 从美国政府发言人还未来得及统一口径的尴尬场面 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行动 现如今的美国出于一个疫情丝毫得不到控制 并且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的阶段 而好巧不巧此刻又是美国大选的最后冲刺时刻 特朗普是铁了心认定 打中国制裁牌会得到更多的选票 同时也可以把选民的注意力 从国内胶着的形势中转移开来 可是或许他没有想到 在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 频频做出这种不冷静且无头脑的行为 只会让其他国家站在一旁看笑话 美国经营大几十年的国际影响力 以及全球领导力可能会就此消散 这种得失的衡量 或许在现任的美国领导人当中从未思考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